本章主要分享的是英语学习的建议 那英语学习建议基本上有两个原则建议 就是第一个要尽量学会用最少的数量的规则 像我们讲的五大句型 其实就五个规则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词类 其实就只有六个关键词类 不要去学那种所谓的无限的组合跟变化 或者所谓的例外变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学会适用80%的规则 尽可能是规避例外 像我们讲动词 它事实上它是有个规则 过去是就加ED 这才是重点 那你要可以去强调那种三态同行的 那个人来讲 我觉得那是比较没有意义的 那重点是 你今天要去怎么去学习你的英语 你怎么做呢 如何做按照这下面四个阶段 首先各位在讲英文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弹性 你要知道这种东西是非本国语言 那你在你越有弹性 你的表现就越好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试着 就假设你有一个意思 同一个意思 你可以让自己试用不同的长度 就句子本身不同数量的长度 跟不同的句型 表达同一个意思 然后用不同的数量的句子来表示 也就是说你本身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弹性 这样你就不会卡在某一种句子 因为五大句型不可能五个句型都很熟嘛 你也不可能五大句型的每一个变化你都很清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可能的情况之下 你事实上你就用你熟悉的句型去表达 你想表达的意思 这是第一种所谓的句子弹性 那第二种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当你一个意思真的太大了 可是问题是 你就算用句子表达 你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你有没有可能去改变你的想法 也就是说把你的意思切成小段 或者变换你的意思 然后接着你再顺着这样的意思 去想出一个可以表达英语的句子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你要能够培养用字的弹性 那用字的弹性这东西是非常有趣的 像举个例子 像有很多动词 它可以很直接变成名词 或者我们今天讲有形容词 它可以变成动词 这种东西就是它的弹性 那最大弹性的地方 就通常都是在动词的时候 我怎么变成形容词 跟动词的时候怎么变成名词 或者名词 我们今天讲一个动词 怎么变成一个名词子句 或我们今天这样变成一个名词片语 那这东西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用字弹性的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部分我个人觉得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靠准备来 准备来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准备很多情境的问语答 你要准备很多问句 也就是说你透过大量的事先准备 这种Q&A的一个标准答案 可能是你要怎么说 佛你要怎么说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反应弹性 那接着部分的时候 你才去增加所谓的句库 你才增加所谓的单字库 那单字库的话 基本上所谓自根自首自尾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从动词背完之后 你再去扩张你的领域 去背一些所谓的名词的自根自首 或者形容词的自根自首 那接着你去听一些文章 或者试着去把一些单字规划成很多不同的字群 去理解这种发音上的变化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铭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请各位如果觉得好的话 请按上订阅 那你可以听到更多的隐藏档 感谢各位收听 谢谢